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想法就是领导就是主席要么就总统可能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方就是好像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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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远的地方 但是其实现在看的话看着习主席会觉得其实也不是特别远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很多的一些现代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是非常的睿智的领导人 在这里我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那个时候我就在我老家那么也知道了习主席来了海南 我当时我就通过一些新闻报道有了解到 那么我也在一直在想它是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可能从我脑子想吧那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国际的企业 国内的企业会在海南发展起来 把这个海南省给它带起来 然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变化 你看我现在就是在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去工作 我是第一个外籍员工 我叫鲁斯兰 来自哈萨克斯坦 就是当生您2013年帮我哈萨克斯坦演讲 提到你们了吧 对 先学 熊猫学 解学诊 我看那样好像四个箱子 这是这个中国通朗 你看他这个不仅是口音很好 而且他这个讲的呀很好 比我们那个口才都好 而且现在融入这里 这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地方 也欢迎更多的这样的国际人才过来 我们这个国际人才啊 也祝你们在这里呀 一切顺利 有什么需求啊 跟当地你们就提出来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觉得海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我想起来这个海南的一首歌 舅舅不见 舅舅见 舅舅见过还想见 如果还有机会 还想见习主席 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想跟习主席分享分享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的第一个谈点 去沙莲 沅舅 世界一位 垃人 团 晴山 建议 百分 object 来 禅人才 那 充